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 抗疫去咯 蝴蝶仙子旧家栋树 我是奇山区西州国小校长王中坤 在我们西州庄内有一间天幕工 天幕工前的广场有一棵超过200树的家东树 平常都是我们庄民聊天的地方 在相传200多年前 有妖魔鬼怪捞乱村庄 让庄民非常的痛苦 庙前的家东神树眼见庄民无力抵抗妖魔鬼怪 为了拯救受难的庄民 他独立抵抗庄中的妖魔鬼怪 因此而受伤了 庄民非常的不舍 纷纷请求天幕工的杜甫千岁 来救救家东神树 杜甫千岁感念家东神树 对庄民的付出就向天庭来承报 恳请玉皇大帝派遣神仙前来解救家东神树 玉皇大帝听了也非常的感动 于是呢他就命令了蝴蝶仙子下班来 帮助家东神树疗伤 杜甫千岁立刻将玉皇大帝派遣蝴蝶仙子来救家东树的事情 告诉了庄民 庄民非常的期待 很快的庄民们 看见有很多只的大蝴蝶飞来庙里面 并将家东神树团团的围住 经过了几天 很神奇的家东神树就在蝴蝶的包围中 渐渐恢复了生机了 也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西州的庄民 欣喜之余呢 也感念家东神树 打败妖魔鬼怪的一局 因此 天幕宫的香火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之后 庄民们又开始在家东树下谈天说地 嬉戏玩耍 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 身边的家东树呢 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疫情一样 期待我们也有漂亮的蝴蝶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能快速的 而且平安的度过疫情的冲击 谢谢大家的聆听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下一个故事 谢谢啊 大家好